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家人吃肉 你吃素 怎么办 要把你所学的佛法 运用到你日常生活当中 不要让佛法跟生活脱节了 成了两条并行线 我在这里拜颤 与你在公司上班一样 你把上班时的那份心力 依注进行品中 那个发愿的心来运用 我上班是做什么的 是利益众生的 有几种行业 我还没想出来 他要怎么回想 例如屠宰业 他们在杀鸡 杀鸭的时候 说是在行菩萨道 你要是大菩萨可以 我给你一刀 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走吧 假使那众生会说话 我肯定他会这样说 你慈悲慈悲 我不想去极乐世界 你不要杀我 但是 这要看你自己的心 选择职业很困难 哪怕是恶住 也别去做屠宰的行业 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从事屠宰业的 但是杀鸡 杀鸭的人还是有的 我们有好多弟子 还是吃婚的 吃婚是可以 我也不劝人家信了佛 就一定给吃素 虽然你信佛 但是你先生或者你太太 他们未必信 或是你只信了一半 还有一半不信 还有些小孩子 是全家人一起吃饭的 你要吃素 却让家人都跟住你吃素 这是不可以的 这会使他们都傍佛 你不但没有帮助自己 反而是害了自己 你如果安不下心来 就随缘吧 家人吃肉 你吃菜 同一个锅主的食物 人家吃菜编肉 你吃肉编菜 那不就好了吗 不要成为家人的障碍 这不是条件 但是你还是不能杀生 你可以要求家人到市场 买现成的给他们吃 不能买活的回来 在家里宰杀 那样会带来很多的利器 家宅会很不安宁 古人说 预知世上刀兵节 但听半夜图门声 现在起至半夜 什么时候都可以宰杀了 每一天都有人在宰杀 岂止大生物 小生物 鱼 鱼 虾 每一盘菜都得宰杀多少生命啊 你想要世界安定 这怎么可能呢 我昨天讲世界的构造不安定 再从你作业的不安定 你怎么样能够快活 不可能 那是我们求自己 让我们自己心安 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不只要会用官 还要会用愿即回向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不是笑话 这跟我们放声一样 看住别人杀生 或者你会说 反正他迟早也是要死的 我不杀你 别人也是要杀你 我不买 别人也会买 到时候照样也得死 你跟我结缘了 我给你做点佛事 我没有杀你之前 我给你念念咒 我杀你之后 我还要还你的命债 将来你在杀我的时候 你也给我念念 往生咒什么的 你这样子送他走 这是被动的 并不是你主动的 因为你被动的 非这样子做不可 如果你选择的职业 是在厨房里当厨师 厨师是一门职业 要是有客人点一道菜 你不肯做 老板买的海鲜 你也不肯做 你这职业也做不下去 这饭碗就砸了 但是如果你能到 速食馆去做更好 一样能维持生计 所以职业要有所选择 这就是善用其心 这一两天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一个是你要回修观 一个是善用其心 就是把你的修行 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 把你所学到的佛法 一点一滴地运用到 你的思想生活当中 你就能得到很多好处 你的心真正得到灵 太太很信佛 先生不信佛 小孩子刚成长的时候 小孩子不知道 妈妈做什么 吃什么 因为妈妈进做素的 小孩子老是有意见 或者先生也发脾气 他怎么办 你应该给人做着吃啊 你不杀就好了 你在那边买别人杀的 你给你们吃 你没有吃 你给他们吃的时候 你做的时候 你不是佛弟子吗 你念念往生咒 念念六字大明咒 念念地藏菩萨 灭定夜真言 念给这些吃的东西 跟他结个缘 你别再身为畜生了 你把他给渡了 你活的人也不烦恼吗 死的动物 都得到你的超度了 都能结个缘 这不很好吗 他说 绝对不行 我是佛弟子 我不能这样太固执了 这是找束缚 你信佛也信不成 你先生 小孩子给你捣蛋 你怎么信 别别扭扭 对不对 要有智慧啊 有智慧的人 学法学什么的 他是解脱的 没有智慧的 越学越糟糕 越学毛病越多 越学越束缚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